自中共当局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 最近已经16年过去了 在中国当局阴险残酷的迫害中 法轮功学员坚定信仰 同时把受迫害真相告诉每一位中国人 随着来的就是了解真相后 人心的觉醒和正义的声援 从法轮功遭中共当局强力镇压开始 大陆民间对于法轮功学员同情和支持的声音 从未间断过 尤其到了2009年 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封声援法轮功学员的联名信 来自辽宁省福顺市清源县五个村的376位村民 联名上述当局 要求未被坚毅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徐大为声援 事件震惊了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并从此开创了大陆民众集体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先河 当时我写了一封请在意延民的审数这样的稿 我就给我们大委加上你那个 这些联居老百姓而看 我就说希望大家能帮帮我们国儿寡母 像政府甚至去拉委 被他们迫害死这个事情 当时这些人都非常通勤我 都表示愿意是棒 有很多人就在这个联名信上签名 好像三支帖就升签到376个人 很多人都非常激烈一点 自此以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首应 签字联名信如同雨后春笋般 在大陆各地涌现 如2011年秦皇岛2300位村民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2012年河北唐山5300首应 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李珊珊 2013年天津2800首应 营救法轮功学员华联友 秦皇岛8000首应 营救法轮功学员崔爱军 黑龙江省一村市15000首应 营救法轮功学员秦岳明 2015年北京迁余民众 支持营救法轮功学员朋友等等事件 大陆各地的全民反迫害行动 不但震惊了中共高层 也吸引了国际社会关注 河北省镇定民众 为了营救法轮功学员李兰归 先后发起六轮声援签名案首应活动 有近一万一千人参加 其中承载着民意的第六轮 约6500个首应 在2013年飘洋过海 经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史考特 转成欧洲议会 新台湾电视张天宇采访报道